男孩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咪咪眼老师可能是一个变态 因为他的手机里全是自己和青梅竹马的照片 可让男主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青梅竹马不仅是这个变态的妹妹 而且还是间谍家族的当代家主 甚至他们六个兄弟姐妹 每个都拥有怪物一般超乎常人的能力 可这个刚还想杀了男主的咪咪眼 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 男主下一秒就要变成自己的小舅子了 原来故事还要从一场车祸讲起 因为这场意外 男主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而自那之后 他就开始变得不爱说话 甚至还患上了严重的交流障碍症 即便升入了高中 也始终无法和周围的同学正常交流 只要多说一句话 他就会立刻紧张地口吐白沫 唯独在一个有着白色头发的女生面前才能变正常 原来女孩的名字叫六美 每天都会为男主准备不一样的便当 对此男生们简直羡慕地要死 要知道六美可是笑花级的优等生 他们做梦也想有一个这样的青梅竹马 可殊不知但凡是接近六美的人 都会被他那有着近乎 变态般占有欲的哥哥处理掉 而也就在六美给男主投胃时 伪装成老师的哥哥恰好也来到了教室 他不仅一口吃掉了男主的便当 而且还在临走前特意叮嘱 让男主放学后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虽然男主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但他还是在放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老师的房间 然而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老师不仅一上来就坐在了自己旁边 而且还一个劲地给他看 手机里六美小时候的照片 起初他还以为老师只是有点特殊爱好吧 可直到看到六美三岁时的照片 男主这才猛地意识到了不对劲 难道自己的秘密眼老师真的是一个变态吗 看着照片里被打红叉的男同学 男主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 可还没等他问些什么 老师就打开了一个视频 男主顿感不妙 虽然意识到六美即将陷入危险 可由于丧失亲人的痛楚和恐惧 让他不自觉地全身僵硬 危急时刻 一身白衣女子陡然显现 男主就这样消失在了老师面前 等他醒来时才发现自己 竟像猴子一样被几个奇怪的人围观着 看着眼前的一幕 突然反应过来的男主 这才慌忙地躲了起来 好在六美也在这群奇怪的人之中 不知所措的男主 这才慢慢安静了下来 为了让男主不再害怕 六美便开始为他介绍起了 自己的兄弟姐妹 长着一头白发的女生 是力大无穷的二任姐姐 躲在垃圾桶里的射恐男生 是喜欢研究武器的姓三哥哥 忙个不停的子发大姐是天才黑客的寺院 带着铃铛的猫戏少年 是能自由变装的贤武 而头上套着一个水桶的科学家 则是精通各种医术的欺乐弟弟 以及大家最喜欢的看门犬哥利亚 听到六美全家都是从事特务工作 男主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感觉六美肯定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于是转身就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玩具墙 直到发现这竟然是个真家伙 男主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的青梅竹马真的出生于间谍世家 而且刚才要杀掉自己的老师 甚至还登上了超人气特务杂志的封面 此时的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迷你眼老师竟然是六美亲大哥 二任这才告诉男主 大哥兄一郎之所以想杀他 是因为有人在特务专用的网络上告密 说男主是一个想取六美性命的家伙 而兄一郎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极度媚恐 全是因为在早年一次任务中 他害得六美冰死重伤 结果导致原本蓝色的头发上最后留下了一撮白发 从此以后 那家伙就因为自责而对六美 产生了执着到近乎变态般的程度 甚至不惜伪装成老师 把想要接近六美的男生全部赶走 变成了一个只想保护六美的怪物 要不是看在他们两人青梅竹马的份上 或许早就已经把他给刀了 所以面对现在这个天赐良机 兄一郎肯定会想方设法地把他做掉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警报声已经响了起来 看样子兄一郎已经入侵了这个宅子 如果不想被杀 那么男主就必须和六美结婚 因为家族禁止内斗 所以男主只要戴上叶英家的戒指 就能名正言顺变成叶英家的人 不过这也是下策的应对办法 如果实在不行 兄弟姐妹就只能靠武力解决了 就在大家商量着 要不要把兄一郎揍一顿的时候 却没想兄一郎已经不知何时来到了他们中间 并且还悠闲地喝着冰咖啡 没想到姓三设置的陷阱 根本就没办法拦住兄一郎 眼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作为辈分仅次于兄一郎的二人 便在这事警告起了他 可兄一郎根本就不在乎男主是不是好人 他只是想把接近六美的人全部解决掉 结果插还没有装完 二刃就直接揪着他的领带挽起了大风车 没想到堂堂的第一间谍 就这样被自己的妹妹狠狠摔在了沙发上 可是二刃的合击虽然堪称完美 但在强大的大哥面前 简直就像是简单的日常训练而已 眼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二刃只能让六美先带男主离开 而自己全力去对付大哥兄一郎 可兄一郎实在是太强了 即便二刃用出了比牛还大的力气 也始终无法突破兄一郎的钢丝 甚至还因为一时大意 被抓住破绽的兄一郎困在了天花板上 眼看动手行不通 寺院便用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他只是点了一下手机屏幕 下一秒无数无人机 就从天花板的隔层里飞了下来 而紧接着就开始了全方位的火力压制 可恕不知兄一郎根本就不怕这种东西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六美他们先是把男主藏在了一个暗阁里 然后又利用弦武的变装 将自己变成了男主和六美的样子 虽然两人的计划看上去一切顺利 可殊不知兄一郎早就发现了六美是弦武假扮 还不等弦武动手 结果兄一郎就率先用钢丝将他控制了起来 眼看普通的手段根本没办法对付大哥 一旁的六美也只好撕掉了男主的伪装 请求着大哥不要对自己的朋友动手 虽然兄一郎答应了他不杀男主的请求 可是看着慢慢靠近的兄一郎 六美却仿佛是看到了一个浑身充满杀气的恶魔 结果等六美反应过来的时候 兄一郎就已经用自己的身体撞在了他的利刃上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躲在暗阁的男主再也忍无可忍了 他主动走了出来 并强烈要求兄一郎放开怀里的六美 虽然男主知道兄一郎只是害怕失去重要的东西 但如果让想要守护的重要之人流出那种表情的话 那毫无疑问是绝对不行的 于是男主终于鼓起了勇气 主动向六美索要起了代表婚姻的戒指 听到这里 一向坚强的六美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他答应了男主的求婚 并把代表着婚姻的戒指用力扔向了男主的方向 随着门被一下子推开 二任带着几人冲了进来 看着眼前的情景 在众人赞美过男主后 二任走向大哥兄一郎 娶个间谍老婆是种什么体验 男主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眼都会见到 想要嘎掉自己的大舅子 但这也还好 更离谱的是大马路上的武装追杀 要不是有只车技牛叉的狗 男主早就死在枪林弹雨之下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哪怕男主只是正常上的雪 他都会被各种定时炸弹袭击 而这也只是男主入坠间谍家族的第一天 这位护妻狂魔将在以后不断地保护妻子 此刻他虽为普通人 但未来却会成为比顶级间谍更牛叉的存在 自从男主收下六美的戒指后 他也算是正式入坠了叶英家了 只不过自己的大舅子似乎不太安分 一大早就混进来家里绑住男主 美其名曰教导广播体操 好在六美每天早上也会过来准备早餐 男主这才没有惨遭毒手 当然兄一郎来到这里的目的 也不单单是为了欺负男主 他抬手看了看时间随后就抱起了六美 同时也拉着男主从窗户跳了出去 下一秒男主的家就惨遭强拆 兄一郎并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称要让男主亲眼看看保护六美这句话 所代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直到几人坐上了叶英家的车 兄一郎才开始解释刚才的爆炸 原来是有人在男主家安装了定时炸弹 而这人的目标正是六美的性命 只因间谍世界的情报传递非常迅速 因此男主和六美的关系也被人得知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男主家遭了殃 男主文言也很不解 他不明白为什么六美会被盯上 而听完兄一郎的话后 男主才明白了一切的起因 原来叶英家是起源于江湖时代的大家族 他们历代都会有超乎常人的血脉诞生 不过每一代的叶英家兄弟姊妹中 都必定会有一个没有任何能力的普通人 这个人会被其他兄弟姊妹拥护成为家主 而只要是家主的孩子 都必定能完全继承血脉中的才能 叶英家也因此繁荣了数百年 那么也就是说 一旦身为第十代家主的六美死亡 那么叶英家也会就此消失 而那些憎恨叶英 嫉妒叶英 以及想要利用叶英的人 都会想方设法地对六美展开袭击 匈一郎的话音刚落 汽车后方就传来了枪声 好在叶英家的车都是防弹的 车里的匈一郎也非常淡定 他只是打了个响指 前方的司机就收到命令开始飙车 而男主这才发现前方开车的司机 竟然是叶英家的小狗格利亚 而后方的恐怖分子剑子弹无法奈何对方 扛起火箭筒就一炮射出 好在叶英家的狗车尽牛叉让众人躲过一劫 不过倒翻的茶水却让匈一郎彻底生气了 抵挡完恐怖分子的攻击后 匈一郎也不再客气 轻轻松松一招玩抱对方 而男主此刻才清楚 昨天自己所说的誓言所代表的含义 那就是即便与死为零 也要保护好六美的这个使命 如今他也是叶英家的一员了 大舅子表示从现在起会教导男主间谍的基础 而男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在今天的一整天内从刺客手中守护好六美 转眼两人就来到了学校 男主一进门就是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这把同学们都看呆了 甚至同学过来找他 男主都会比平时更加警戒 一切都是因为刚才在车上说的任务 他要从一个奇葩炸弹魔手中保护六美 至于为什么说他奇葩 因为这家伙是个极度沉迷社交软件的怪人 他每次都会把工作内容和目标 甚至是行动的过程全部发在朋友圈上炫耀 男主文言都无语了 不过为了保护六美 他也只好仔细观察四周 而且无论如何都必须跟紧六美 而手机上的炸弹宣言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早上男主家的炸弹 剩余的两个都不清楚会装在哪个位置 也就在这时男主发现走廊上有个奇怪的身影 于是他立马就窜进教学楼 来到了保健室门前 可没等他打开门 身后的保健老师突然出现打断了他 无奈男主也只好先离开 不过临走时男主察觉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保健室门前挂着今日不在的告知 等到了中午炸弹膜的朋友圈再一次更新 内容是第三枚炸弹已经安装好了 不过男主也没有任何头绪 他只能一直待在六美附近 而也因此他发现了很多事 比如别人给的食物六美不会当场就吃下 上体育课也总与他人一起行动 这些也是六美为了保护自己而养成的习惯 想到这男主也有些心疼六美 心疼他从小独自面对这些事情 他满脑子都想着六美 就连同学走过来都没有发现 男主下意识就接过了他们递过来的巧克力 这也令同学们十分诧异 毕竟男主是出了名的社恐 等他们说出了反常之处 男主这才反应过来并且当场被吓晕了 等他再次醒过来 就看到六美在他的身边 原来他晕倒之后 因为今天保健老师休息 所以同学们把他带到了教务处 这时男主也问出了一直想问的话 和我这种人在一起真的好吗 作为青梅竹马的我只顾着自己 从来都没发现你一直提心吊胆的生活 没等男主说完六美就一记手刀打在他的头上 在他看来男主说的都得反过来 他觉得并不是男主选择了自己 而是他想要和男主在一起 毕竟对方是入坠一个乱七八糟的间谍家庭 况且还是娶一个随时会死掉的新娘 这种事情一般是不可能接受的吧 所以我昨天听到你的承诺之后十分开心 谢谢你愿意成为我的丈夫 认真的听完六美的话 男主也想说些什么 可就在这时他发现天花板上竟粘着定时炸弹 好在男主及时反应过来 在不远处暗中保护两人的嫌五和七恶 对男主的表现非常满意 而远程指挥的寺院则让他们迅速赶去爆炸现场 男主很疑惑 对方为何会知道他们的位置 此时他想到了什么 原来炸弹魔一直是根据男主的行动安装炸弹 因为对方知道自己会一直跟着六美 果然在男主脱下衣服后 就发现身上有一颗微型定时炸弹 对方打从一开始就全部设计好 他笃定男主不敢离开六美 所以就让他自身变成杀死六美的炸弹 而这颗炸弹根本拿不下来 门口也被堵住了 那么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 炸弹魔制作的微型炸弹停在倒计11秒 真的是千军一发之计啊 匈一郎说到炸弹魔制作的现香烟火炸弹非常厉害 但是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并且匈一郎再次请男主记住 作为间谍是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 但是可以例外的就是信赖佳人 自己虽然还是很想搭掉男主 但是为了六美这个他们共同深爱的女人 他也绝对不会让男主受到任何伤害的 这时叶英家的其他兄弟也过来了 他们一直在暗中保护两人 而男主的表现也没让他们失望 并且事件的罪魁祸首炸弹魔也被信三抓住 此刻炸弹魔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成为叶英家观赏用的人体烟花 众人都坐在一起给烟花鼓掌 最离谱的是炸弹魔就算在临死前 也要发一条朋友圈 到了晚上因为自家被强拆了 男主只能跟着六美回到了叶英家 匈一郎质问为什么男主也要来这里 有意阻止 听到六美如此维护男主 匈一郎口气变软 但是他硬话软说的本领那也不是盖的 男主不由的心头一颤 生活在间谍家族到底有多可怕 先是每天早上起不来就会爆炸的闹钟 紧接着就是遍布整个房子的陷阱 就连吃个早饭食物里也会被下毒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你被歇药弄得拉肚子时 迎接你的是军事级别的密码所 只要解不开密码就拉裤兜子吧 自从炸弹魔袭击事件过后 男主无时无刻都感受到自己的弱小 就连做梦都是梦见自己无法保护六美 于是男主为了变强主动找到了二人姐姐 请求对方教导他变强的方法 强到即使可以在任何危险面前 都能保护自己心爱的女孩 可在二人姐姐看来 男主的请求却有些强人所难 毕竟他们夜鹰家族是有着血脉加持 因此才能迅速的变强 可男主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变强 并不是说单单靠信念和心意就能成功的 但二人姐姐也给了对方一个机会 只要男主在这座宅底生活一个月 那么就可以接受他的正式训练 当然他的这个条件也不简单 作为间谍家族的老巢 这座宅底到处都设置了陷阱 在这里生活本身就是训练的一部分 实际上二人也不看好男主 毕竟正常人熟悉宅底生活最少也需要两年时间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男主凭借对六美近乎疯狂的爱意 活生生的只用了三个星期就熬过去了 宅底生活的第二天 每一个夜鹰家成员都能用各种方法阻止闹钟爆炸 而男主也不简单他的方法是随便他炸 除了早上起床这件事 在间谍家族的冰箱取的东西也是一门学问 比如寺院就是利用无人机精准取物的 二人则是依靠自身极快的手速 而男主就牛叉了他选择用肉身硬抗像皮蛋 接下来是夜鹰家的电视 想要打开电视就必须用枪械击中远处的遥控器 虽说上面各项训练都很离谱 但其实这些都是能实打实的让男主成长 就这样男主日复一日地过着 中陷阱 吃毒药 拉肚子的日常生活 就算是在学校时也没放松 表面上正常的校服下面 实际上穿着的是30公斤的特训服装 虽说男主很努力地适应夜鹰家的生活 可他的进步却很现实 在这里他就连电视机都打不开 这时六美出现他见男主大半夜还在训练 于是便让对方稍微放松一些 六美看出了男主在勉强自己 他把男主所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因此也十分心疼这个自己喜欢的少年 六美表示男主并不弱 在他心目中对方一直都是保护自己的英雄 年幼的两人虽然是邻居 但跟现在比起来只不过是点头之交 直到中学入学时 六美因为头上天生特殊的发色 遭到了其他女生的欺凌 而那时正是男主的出现就吓了他 从那一刻开始六美就对这个男孩有了好感 也正是从那时起 六美一直觉得男主就是自己的那个真命天子 会一辈子保护自己的人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日子 男主已经开始适应宅邸的生活 最起码他能把电视电源给打开了 等二人再次见到男主时 他就发现对方在跟着欺恶学习毒气知识 这是二人姐姐第一次发现男主的进步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 从男主入住宅邸已经是第三周了 现在的他已经能熟练地躲过所有机关 身上的衣服也换成了50公斤的特训服 唯独抗毒性他完全无法适应 厕所的门对他来说还是一如既往的绝望 屋内的贤武正打算去帮帮他 不想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贤武的呼喊 原来男主一脸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等男主再次醒来 他已经被送到擅长药学的欺恶研究室内 好在晕倒的原因只是过劳引起了发烧 只要好好休息就能恢复 可男主却嘴硬地表示自己还能坚持 此时床边的二人姐姐发现了不对 他只是在男主手臂轻轻一拉 一整层假皮肤就被撕裂开来 而露出在里面的是男主那遍体鳞伤的身体 原来为了能早日变强 男主使用了非常规的手段 先是拜托寺院收集数据分析 紧接着是幸三的实战辅助 若是在训练中受伤 叶英家的几人都在背后默默地帮助男主 原本他们都是不同意的 但男主不断请求帮忙 于是看在他想要保护六美的心意上都出手了 知道一切之后 二人姐姐留下了一本入门基本的解密书 让男主在这段时间好好休息 直到走出门外二人才明白过来 之前天真的是他自己 一般来说像男主那样逼迫自己 精神上一定会比身体更快到达极限 当他第一次发现对方的成长时 还以为男主是靠着努力或是天赋成长的 此刻二人才知道两者都不是 支撑男主坚持下去的是 他对六美那近乎疯狂的爱意 现在挡在男主面前的只剩下 那扇阻止他拉锡的密码门了 在众人期望的目光下 厕所门终于缓缓打开 男主的成长也获得了叶英家兄弟们的认可 同时他左手的戒指亮起光芒 这代表着叶英家宅底承认了男主属于叶英家的一员 原来叶英家的陷阱都是由电脑操控 只要获得认可后陷阱就会随他们心意发动 而接下来男主要面对的是 由二任姐姐亲自负责的间谍训练 信三也表达了自己的好意 拿出了100公斤的特训服作为礼物 寺院也表示会把陷阱难度调整到第一级别 其实这些都是叶英家兄弟认可男主的表现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男主将会在未来把他们的所有技能都一一学会 成为一个史上最强的护气狂魔 男孩怎么也没想到 自从他经历了叶英家的地狱训练后 自己的身体素质竟变得如此之强 不仅能轻松接住从身后飞来的棒球 甚至随意丢的力道 都让教练跪求男主加入国家队 若不是六美提醒 男主都没有发现自己早已超乎常人 就连平时在学校的时候 他都会下意识地隐藏气息和脚步 这也让同学们在背地里议论 都在说男主是古老人者家族后裔之类的 但其实一切都是因为男主娶了个间谍老婆 而且还是间谍家族的家主 身为家主的六美 平时都会处理叶英家的行政工作 上面全都是不动产融资 股票投资等重要内容 好在现在他有男主帮忙工作 算是轻松了许多 不久后两人来到了贤武的房间 与六美堆满文件的房间不同 这个房间里摆满堆积如山的衣服 原来刚才六美在处理文件时发现 对方提交的报告缺少了资料 而且这已经不是贤武第一次这样 对于他这个散漫的态度 六美决定要给他一点点教训 听到此话 贤武立马跳出衣服山逃窜而出 见男主阻挡 他立即变身为六美 趁男主愣神之际逃出房间而去 而六美却不慌不忙 话音刚落 整个夜莹家就开始发生改变 不仅各种出口被完全封禁 甚至外围还升起了一道道高墙 随后两人便开始寻找贤武所在 他们首先去了寺院姐姐房间 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发现贤武的身影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二任大姐这里 想到吵醒二任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 两人只好先去下一个地方 紧接着是欺恶的房间 此刻他正在做生化实验 表示贤武不可能在这里 最后连小狗哥利亚的房间 以及胸一郎的房间都彻底找了一遍 结果都没找到贤武的身影 男主怀疑对方已经逃出这个屋子 可六美却表示没人能逃出冬眠系统 没等他继续多想身后寺院的声音就传来 几人询问六美和男主在干嘛 这问题直接就让两人愣着 没想到他们几人刚才一直都在一起整理资料 这时两人才明白过来 原来刚才他们遇到的人都是贤武假扮的 更离谱的是贤武此刻其实就在他们身后 嘲笑了两人之后他便直接逃跑了 见到男主抚摸着被砸的脑瓜并表示没啥事 六美询问贤武的去向 男主指向墙上的密道 得知贤武又擅自修改了房屋构造 六美气氛异常 男主鬼魅的一笑后 他们来到贤武房间门前 男主表示只有他们自己来找资料了 原来刚才六美早就发现贤武假扮了男主 原因有二 一是自己只要不解除冬眠 那么贤武就必定没法跑出去 二是男主每次开门的时候都一定会让自己先进去 六美表示贤武的变装技术毫无破绽 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妻的习惯他还需要观察更多 之后两人从衣服扇里找到了资料 同时贤武也表示可以教导男主变装技术 就是变装的时候差点让六美误会男主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隔天男主吃着六美亲手做的咖喱粉 亲手做的饭不仅爱心加倍 就连下的毒药也是双倍的 就在这时客厅的电话响起 这是叶音家的内部电话 而来电的正是姓三 六美见状马上切换为视频电话模式 看着陷入癫狂状态的哥哥 六美马上喊他开始数枪的填充数 原来姓三哥哥是一个武器专家 在执行任务中敌人的数量出乎意料得多 结果就是武器权用完了敌人都没死绝 而身为武器专家的姓三一旦失去武器 就会变成超级懦弱的射恐性格 男主听完也是服了 也真亏他能当那么久间谍不出事 但现在人手不足 在六美的提议下 男主开始了间谍家族的第一个正式任务 虽说如此歧视内容也只是把武器送到姓三的手里 而六美本人则是留在大本营 他负责一边安慰姓三一边为男主导航 很快男主便进入了室内 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潜入两分半 他就被黑帮小弟给发现了 不过男主也是久经训练的人了 他按照姓三曾经的教导 瞬间往后用腋下固定住枪和手腕 紧接着就是对着后方一个肘击 敌人一下子就被一连套操作击晕 可反击的动静却引来了更多的人 做出判断后 男主一个剑步上前就干翻了第一个人 紧接着用胳膊挡住第二人刺来的刀尖 男主解决掉全部人后 终于找到了姓三 看到他安然无恙 男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拿到武器的姓三完全判若两人 他让男主拿着这次的任务物品 这是黑帮制造伪超的模板 随后在姓三的带领下 两人轻松地突破了一道道的防线 不想就在这时男主被一发远处的狙击击伤大腿 等姓三看见敌人才发现对方也是同属间谍的一员 他并没有取掉两人性命的打算 而是专门打了男主大腿 以此威胁姓三吐出叶英家的情报 为了保护男主 姓三毫不犹豫地扔掉了手中的武器 而男主想起六美对他说过 姓三会为了保护重要的人而放弃他示弱生命的武器 但千万别让他因为丢下武器而失去保护重要的人的能力 只要给他任何东西 他都可以把他化作杀敌的利器 另一边一个神秘人物正在执行任务 对话中得知此人似乎也是一个间谍 但糟糕的是 他手机中的下一个任务目标正是男主 间谍家族的训练究竟有多离谱 就连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男主都要随时提防超音速的粉笔攻击 原来今天的课程老师居然是叶英家的大舅子胸一郎 他用粉笔不停地敲打黑板 这是在用摩斯密码与男主交流 表示一切都是为了让对方随时能维持清醒状态 此时男主已经好几天没睡觉 六美也十分心疼男主 不断用摩斯密码痛骂胸一郎 三人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在课堂上戳戳戳 好家伙都不用上课了是吧 更离谱的是为了让男主睡着 胸一郎拿出一颗绿色小药丸 紧接着就往桌面上用力一拍 顿时整个教室都被白色烟雾笼罩 烟雾散去后所有同学都睡着了 唯独六美下意识地戴上了防毒面具 没受影响 原来这是叶英家欺恶特制的安眠药丸 就连出具毒物抗性的男主也低下了头 本以为他已经睡死过去 不曾想就在粉笔马上要击中的那一刻 男主及时用电击枪挡住了攻击 六美见状还以为男主扛过了安眠药 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男主已经是睡着的状态 胸一郎也笑了他清楚这就是所谓的半觉醒状态 于是他丢出了更多的粉笔 这或怕是借着训练的名义 想要解决掉自己的这个妹夫吧 看到男主轻松躲过一连串攻击 胸一郎表示要再提升一下攻击的档次 隔天男主休息此时 他一脸严肃地看着一本间谍杂志 里面的内容是给间谍行业的温馨提醒 这一行的工作相当繁重 要注意不要因为工作而冷落了另一半 根据调查间谍夫妻的离婚率高达九成 男主见状立马就慌了 于是六美过来后他当即就想邀请对方去约会 然而话还没说完桌子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给男主打电话的是一个神秘人 他表示现在有任务让男主去一趟 原来来电的人是新出场的任务 就在两天之前男主夜跑时遇到了一个可疑的长发男 他一下子就说出了男主的名字 表示自己是市警署的警官圣司 并且让男主跟他走一趟 等到了警察局男主就被带到了一个小黑屋 对方给他展示了之前潜入制药厂的照片 圣司警官对男主提出了几个指控 非法持有枪械非法闯入私有领地 马路追逐战斗甚至连学校都炸了 他把最近发生的一切都推给男主背锅 圣司警官做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让男主说出背后的组织 因为警察完全查不到除男主之外的其他人 然而男主又怎么会出卖叶英家 先不说他自己老婆就是家主 更别说如今他已经和叶英家兄弟有了羁绊 不曾想圣司警官见问话不成 直接就在他面前倒了杯水 而且当着男主的面加了些料 见男主不相信也不准备亲自动手喝 于是圣司警官就直接温柔地给予了帮助 幸亏作为叶英家的女婿 怎么这还是有些有用的小措施 男主这才发现了不对 仔细一看旁边的垃圾袋还诡异地流出了血液 圣司警官表示那是万恶的罪犯 是我制裁了他 那么你又能扛住几锤呢 圣司掐住男主后甚至用同学威胁他 关键时候男主发现了不对劲 房间内居然存在凶翼狼的死线 于是他再次拒绝说出情报 果然等一锤锤空之后 墙后出现的正是凶翼狼 原来他和圣司是一伙的 这个看着很不靠谱的警官也是真警官 一切不过是为了试探男主的手段 同时也是为了介绍男主给圣司认识 而且叶英家其实和官方私底下有合作 他们会帮叶英家掩盖出任务后的情报 他给男主电话是为了让他出一次任务 随后他就来到了一个游乐园里 而他这次的任务目标是一对非法持有撕造枪的情侣 除了情侣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情报 无奈男主只好观察附近可疑的人 结果定睛一看之后 发现孤零的自己才是最为可疑的那个 就在这时一个意料不到的人出现在男主面前 原来六美从圣司警官那边得知了任务的事 他想着游乐园这种地方两个人更自然 于是便跟了过来 等两人再次开始观察之后 才发现这个游乐场真的什么情侣都有 先是一对非主流情侣男主二人尾随他们去了过山车 同时他们前面还有一对秀恩爱组合 而非主流情侣则是在最前方 所有人都玩得挺开心的 唯独男主竟然在上面睡着了 经历过间谍训练的他竟觉得过山车的摇晃很舒服 一不小心就睡了过去 之后他们也发现那对非主流情侣只是外貌有些特别 实际上和普通的情侣也没什么不同的 于是他们去调查第二对情侣 他们两人都是壮汉也是一看就很可疑的类型 没想到唯一的收获只有狗粮 而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最后他们跟着一对西装情侣去了商店 不过等进去之后他们却跟丢了对方 只有刚才的秀恩爱组合在这里 临走时男主看着店里的玫瑰想到了什么 两分半后男主是在咖啡店就找到了那一对西装情侣 六美前去点餐 西装男突然表示要送给西装女特制的东西 男主紧张地注视着西装男的举动 原来只是求婚 西装女兴奋地答应了 男主也是服了自己跟踪了一天 没想到不仅找不到罪犯 而且也没让六美玩得开心 这时秀恩爱组合突然大吵起来 都在指责对方在偷偷瞄别人而忽略了自己 话不投机半句多 办了两句嘴后男人起身离开 女人气得不说二话就掏出了家伙 男人也掏出了刻有双方名字的爱枪 没想到最正常的秀恩爱组合才是罪犯 男主立马躲在桌下 然而两人的枪战好巧不巧打中了男主的玫瑰 气急败坏的男主飞升而出 一击就将二人制服 最终秀恩爱组合被逮捕 而在六美的邀请下男主也和他坐上了摩天轮 不过他很好奇六美最后为什么想做这个 六美文言突然支支吾吾的害羞起来 原来这个乐园有个传闻 只要在摩天轮一起欣赏了夕阳的情侣 以后都会幸福快乐的在一起 男主拿出破损的玫瑰花献给六美 表示丢掉很可惜心意最重要 不曾想六美开心的像的孩子 表示没想到男主还是个懂浪漫的人 这个病交女孩到底有多变态 只要是一见钟情的男人 他都会先用间谍技术跟踪对方 最后在其身上插上爱的毒针 而此刻他盯上的目标 正是刚在间谍世界崭露头角的男主 自从他摧毁制药工厂之后 甚至有人用十万美金悬赏男主的人头 不过就像上面说的 女孩盯上男主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爱 更搞笑的就是他为了独占男主 还会特意解决掉其他未赏金而来的杀手 男主见状也是服了 这真说不准是幸运还是倒霉 作为宠妻狂魔的男主明白一切后 当即就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有未婚妻了 因此不能接受你的爱意也不会被你轻易杀掉 但两人怎么也没想到 粉毛能找到他们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间谍界想瞒过胸一郎的耳目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他是袭击叶英家的人 于是粉毛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上了胸一郎 没想到胸一郎表示只要不伤害六美 他就不会管 粉毛变本加厉地表示需要男主的资料 粉毛说完后并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表示期待之后与男主的相遇 果然没过多久 男主的班级就来了转校生 而这个人正是粉毛 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个可爱的女孩 唯独男主深感不妙 下一秒粉毛就表演了一个原地摔跤 同时还丢出了致命的飞针 于是男主与病交跟踪狂的战争就此打响 比如拉开椅子会发现满是毒针的陷阱 又比如体育课上被动了手脚的篮球 就连上课和吃饭男主都要时刻警惕着粉毛的偷袭 好在他现在早已超乎常人 就算粉毛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成功暗杀 最终粉毛也终于被玩坏了 于是他不顾一切地用出了大招 这是他的秘籍人偶独针 凡是被刺中的人都会成为他的忠实仆人 男主表示不要把无辜的人卷进来 危急时刻六美出现拦在男主面前 不想就在这时之前被打晕的杀手出现 但他这次的目标是坏他好事的粉毛 千军一发之际六美把对方扑倒躲开子弹 同时男主正开了束缚随后用电击枪把杀手击败 六美开心的笑容一下子就融化了粉毛的心 从这之后粉毛的画风就变了 他一直黏在六美的身边 而对于六美来说粉毛就像是女版的兄弟郎 因为他们同样变态 当然粉毛还没放弃男主 他表示还会找机会干掉对方 然后和心爱的六美相亲相爱 这时男主的电话响起来电的正是寺院姐姐 等回到家后他就和六美来到了他的游戏房 原来寺院姐姐时不时都会找人一起打游戏 上一个受害者是连续通宵五天的姓三哥 而给男主玩的是一款由寺院姐姐亲手制作 并且魔改马里奥的游戏 然而男主此时并不知道 这并非是简简单单的游戏而已 随着游戏的进行男主不断打败凶义狼样貌的小怪 游戏难度也很简单 打败数个小怪之后 他们遇到了凶义狼牌的火车头 现在只要将他打败就能成功通关游戏 在努力了两分半之后 他们成功把凶义狼干翻 与此同时一旁的电视机上播放新闻速报 一辆现实中的失控列车突然停了下来 但目前停下的原因并未清楚 直到寺院姐姐解释男主才明白 之前玩的不仅仅是游戏 原来寺院会把黑客的工作制作成游戏再通关 同时这也是没有任何存档和重来的游戏 一旦刚才输掉游戏 现实中列车的无辜民众都会因此身亡 很快他们又开始了第二个游戏 一群恐怖分子驾驶着飞机闯进火力发电站 政府把害尽系统的任务交给了叶英家 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他们的游戏就正式开始了 游戏目标是在敌人入侵后方蓝色区域之前 把所有敌人打倒就算通关 干架之前寺院姐姐把一瓶复活药交给了男主 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对付这次的目标 只见一条绿色飞龙翱翔在天空 身边同样是刚才那样的凶翼狼小怪 寺院姐姐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大部分的凶翼狼 另一边的男主还是没掌握好操控方法 见状寺院也吐槽对方没有游戏天赋 可歪打正着的男主竟然进入了一个未知区域 更离谱的是他走着走着人物就变成了无敌状态 虽然听起来很强 但其实对现状并没有太多作用 最后还是由寺院一个人干掉飞龙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上空突然又出现了无数小飞龙 与此同时的现实事件 无数无人机出现在发电站的上空 这是政府都没提供过的情报 寺院表示以敌人的数量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打算联系信三使用后手时 男主却想到了一个主意 只见刚才被打败的飞龙再次复活过来 随后在男主和寺院的命令下飞龙喷出致命的吐息 转眼间大量无人机被击落在地 而现实里原本失控的飞机竟被两人操控用以对付敌人 原来男主把一开始的复活药用在了飞龙身上 因此才能借此操控飞龙 可即便是这样还是有几个漏网之鱼闯了过去 好在关键时候一个神秘人物出现救场 原来他就是白天暗杀男主的粉毛 他本打算通过胸衣郎提供的密码 潜入夜莺家夺取更多男主情报 好巧不巧就遇到了他们正在执行任务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他也帮忙击败了漏网之鱼 于是本次任务圆满解决 但男主不知道的是今天仅仅是开始 等三天后六美再次来到房间 就见到自己的未婚夫已经被寺院姐姐榨干了 间谍的世界到底有多残酷 上一秒明明还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下一秒便因任务成为敌人 而且他们的目标还是夜莺家的欺恶 对此男主又怎么会坐视不管 想要杀掉我的弟弟除非从我的尸体走过 然而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哪怕他经历过夜莺家的地狱训练 也依旧不是眼前男人的对手 差那间男主手中的枪完全碎裂 就连身体上也被展开树道伤口 等待他的只有失血而亡的结局 自从加入夜莺家后男主就越发不似人类 就连负重训练都能扛起500公斤的负重 也是在这时令男主重伤的契机出现 欺恶在电话里请求男主帮助 原来他在潜入某处研究所时 竟在这里发现了生物兵器 这颗小小的细菌炸弹只要炸裂开来 半径十几公里内的生物都会死绝 这种物品带出去也十分危险 于是欺恶决定吃掉他男主健壮已经呆了 这实在是够合理的 直到欺恶解释男主才明白过 原来弟弟的身体有着超乎常人的抗毒性 甚至能做到分解毒药 分解这种细菌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但糟糕的就是使用这个能力会变得非常小睡觉 于是他只能依靠男主回收自己 所以才联系他 睡觉之前他把锁在地告知男主 很快男主便来到了这个研究所 刚进入这里他就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附近倒下的护卫似乎并不是欺恶下的手 还没等他多想身后便有敌人瞄准他 危急关头一把连加突然出现救下男主 随之出现的是两个神秘青年 而且他们还知道男主夜阴家间谍的身份 原来黄毛不但高度近视还是男主的超级粉丝 见对方似乎没有敌意 男主也放下了手中的枪 但奇怪的是在这种场合里 绿毛居然一本正经的给他递名片 原来两人是政府直属的间谍组织除菊的成员 也就是公务员间谍 绿毛名为苍翠 而另一人则是副手王牙 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瘫痪此处设施 男主也在夜阴家听说过这个组织 于是便对他们放下了戒备 并且决定和他们一起行动 等来到了欺恶所在的研究室 男主第一时间查看了欺恶的状态 见弟弟没事他也松了口气 不想就在这时不久前 曾救下他的连加进攻向欺恶 好在男主反应过来及时挡下了攻击 原来除菊的目标竟也包括杀掉弟弟 他们监视研究所的时候 也监听到了两人的通话 为了百分百保证生物兵器不被激发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欺恶除掉 苍翠毫不犹豫瞬间出手 清除阻力后就是干掉最终目标 就在苍翠准备动手时 欺恶在这关键时候醒了过来 并且表示细菌病毒已经成功分解 而这个提前贴在身上的测试试纸便是证据 苍翠仔细观察后确认属实 既然毒素已经解除 那么任务就算完成了 他向欺恶要来试纸当作任务报告 同时他也给欺恶递上了止血药 让对方给男主进行治疗 临走时他还不忘嘲讽男主的天真 等男主恢复过来 他就被胸翼狼抓住挽起捆绑 一切都是因为之前的事被登上了间谍杂志 胸翼狼借着给叶英家丢脸的名义 专门抓住男主进行惩罚 不过杂志上更多的其实是对胸翼狼本人的不满 好在欺恶和六美及时出现 男主才没有继续受罪 不过他还是十分自责 毕竟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弱小 让欺恶差点就死在那个地方 胸翼狼表示既然男主要对这件事负责 隔天苍翠就在地铁上发现了男主 在苍翠看来他那别角的跟踪技术 就跟电灯泡一样显眼 原来胸翼狼昨天说的喜刷无名 就是让男主去跟踪除菊的人 等哪天能不被发现男主也就变强了 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一幕 不过苍翠又怎么会乖乖配合呢 要跟踪我的前提先得能跟得上我的速度 这是除菊的专用步伐踏花 可以不发出任何声响并进行高速移动 十分适合间谍工作的潜入和跟踪 也能运用在战斗里面 苍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男主来说就连跟上他都十分困难 眼看男主即将跟上自己 苍翠又再次毫不犹豫出手 而男主则被警察当作变态直接带走 第二天上午男主继续跟踪 这次是在列车的车顶上 然而不出所料他的衣服再次被苍翠斩碎 第三天中午一座摩天大楼上 男主倒挂在墙壁之上 但更离谱的是上面那两人 居然依靠刀身维持着微尿的平衡 并且在这种状态下吃午饭 同样今天男主也被斩碎衣服 很快到了第七天 男主如今已经能跟踪到傍晚才被发现 当然被发现的下场可想而知 但奇怪的是这次男主居然保住了裤子 一旁的亡牙见状还嘲笑苍翠 其结局就是和男主一起变成暴露狂 到了晚上七二到处都找不到男主的身影 于是他来到厨房找胸翼狼 竟意外发现男主被对方当成砧板用 原来男主回来时就晕在门口 被胸翼狼大哥捡了回来 七二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对方要乱来到这种地步 对此男主表示自己面对强大敌人 是完全束手无策 结果就是连弟弟都保护不了 有个那么弱小又丢脸的哥哥 你也会觉得讨厌吧 然而七二却不这么认为 对方不管任何时候都会挺身而出 这样的哥哥又怎么会丢脸 胸翼狼则适时出现表示 七二不要上了男主的当 不愧是优秀的潜在间谍谷 胸翼狼无意的一句话却点醒了男主 跟踪苍翠的第十天 这天男主直到晚上才被发现 对于这种倔强的家伙 苍翠这次决定给他一点教训 无鱼狼力を加算 終わらせてあげよ 料男主竟然接住了这一刀 原来男主虽然仍然看不见刀 但是却能够准确判断刀的走向 加上肌肉已经形成了记忆 见对方接住自己一刀 苍翠也终于明白 为何叶英家会接受这个如此弱小的人 随后他让一旁隐藏的王牙 给男主进行简单的治疗 不过在临走前 他表示男主只是看穿了自己的习惯 而不是他所使用的刀法 不过能看穿习惯也代表着拥有资质 这点他对男主稍微有点改观 男主总算成功洗掉了叶英家的污点 但是却成就了自己更加另类的光彩夺目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成为间谍后的自己也会有男扮女装的那一天 一切都是为了执行一次潜入任务 而这次他监视的目标竟是一个变态政客 然而这个看似不太震惊的政客 居然说出了令他无比震惊的消息 数年前那场令他家人身亡的车祸 居然不是单纯的意外 而这次看似简单的潜入任务 是隶属官方的谍报组织厨局委托叶英家执行的 但此刻的男主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 他们来到官方的内阁大楼前 而大名鼎鼎的厨局 正是这座气派大楼一旁的那座小小咖啡馆 等几人进去咖啡馆后 苍翠跟老板说出了街头暗号 给我来三杯厨局超级好喝豪华巨大特质超级咖啡拿铁 没想到这暗号也是够离谱的 等店长按了一大堆按钮后 三人所在的地板竟瞬间掉落 直到苍翠解释男主才知道 这个暗中活动的官方谍报机关 竟在三百尺之下的地底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没想到进入基地的这段路 还安放了无数的机关陷阱 苍翠把这称之为防盗机关和训练用设施 男主见状差点以为自己小命就到此为止了 等好不容易到达了地底 男主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最后居然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铁球陷阱 没想到怪力女正是厨局的老大 而六美和厨局会面的目的 居然是为了一顿下午茶 刚才男主路上一直背着的大背包 里面全都是六美带过来的甜点 原来领除了厨局首领的身份之外 还是兄一郎大哥的同班同学 所以双方一直以来都有合作 不过领和兄一郎之间的关系只能用糟糕形容 单单是提起兄一郎的名字都会让吃货里没了食欲 不过喜爱六美这一点 他们两个人倒是没什么区别 这样看来六美简直就是团宠级别的存在 就在几人交谈间基地的墙壁突然被炸开 从烟雾里出现的人正是兄一郎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兄一郎来这就是不想让领和六美接触 于是两个超级战力的大战一触即发 先是兄一郎祭出成名武器钢之珠 然而身为厨居首领的林也不简单 居然以肉身之力一拳就打断四线 接下来的战斗外人根本无法插手 周围的设施不断被破坏 就连苍翠也没有丝毫办法 六美见状明白只有自己可以阻止两人 于是他来到了两人中间 可此时他们的攻击根本来不及停下 好在这时男主及时摁下六美 而他自己则是扛下这一击 听到此话兄一郎直接晕了过去 而看到男主的表现 林也感觉自己是选对人了 原来这次的会面也不单单是为了举办下午茶 林想让男主帮他们一件事 那就是去调查一位知名政客 表面上他是一个为民众办事的政治家 提出了许多对人民友好的政策 但背地里他却雇佣了民间间谍三胞胎红蓝黄 身上优秀政绩的背后有着无数触目惊心的鲜血 一切都是为了不择手段的往上爬 此刻他们正要为了下一期的总选举采取行动 更糟糕的就是从地下世界获得的情报 他们购买了威力强大的炸弹 但其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连除菊也无从得知 然而身为官方机构的除菊 却不方便出手打探政客的情报 这也是这次为何找上叶英家的原因 作为平民出身的男主 他的身份更不容易被识破 果然两天断后 男主已经成功地潜入了黑百合党 对此男主心里只有无语 不想就在这时原本正常举办的拉票活动 竟突然出现了闹事的民众 但黑百合的支持者也不少 双方一下子就开始混战 然而这时却出现了意外 现场的设施竟倒了下来 眼看马上就要砸到反对者脸上 下一秒黑百合竟不顾自身安危将其挡住 在众人面前他说了许多的漂亮话 这一幕也被媒体和群众看在眼里 直到他上了救护车之后才露出了真正面目 刚才的伤势和被救下的民众 原来都是他安排的戏 假扮民众的正是黑百合的手下蓝和黄 而这一场作秀也成功地提高了支持率 等媒体的新闻播出 他的支持率就会达到巅峰 而他们所说的一切都被藏在床底的女人听见 确定黑百合不是什么好人之后 男主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犯罪证据 可奇怪的就是即便男主24小时都在他们身边 他都完全找不到关于他们犯罪的证据 不仅如此在这期间他们还不断地犯下恶行 但男主就是找不到证据 甚至连他们的交谈都没有刻意避开男主 唯一奇怪的就是他们特别喜欢跳舞 就在男主迷茫之时他却突然发现了盲点 明明他们特别喜欢跳舞 但是表现出来的节奏感却很不协调 想到这男主发现了什么 等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原来一直以来 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用动作交流 而跳舞的节拍其实都是摩斯密码 隔天黑百合邀请了许多政客齐聚 男主也得知了他们的目的 来到这里的人都是黑百合的顽强政敌 而聚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 用炸弹将他们一次性解决 当然为了消除嫌疑 黑百合本人也出现在现场 不过他早已提前准备好应对方案 今天死的人唯有站在对立面的敌人 就在他按下起爆装之后 巨大的爆炸声竟从室外传来 原来就算男主得到了情报 也来不及解除炸弹 无奈只好把炸弹放在水池地底 以此来减少爆炸的威力 然而就在他放松之时 黑百合竟看穿了男主的真正身份 而且他从来都会做两手准备 这座大楼里竟然还有第二颗炸弹 正当黑百合得意之时 烟雾散去政敌们完好无损 正所谓夜鹰出品必属精品 这些泡沫都是夜鹰姓三哥哥制作的防震衣 而男主也在这时战起 原来他刚才不过是用血浆球假死 直到这时黑百合还以为自己有胜算 毕竟他这一方可是四对一啊 但黑百合并不知道 当男主搜集到证据之后 他并非是一个人战斗 只是瞬间苍翠便摧毁敌人所有武器 红蓝黄剑撞立即就逃跑了 只留下了黑百合一人 而这次的任务也圆满结束 最后苍翠负责处理现场 而男主则是押送黑百合回到出局 然而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的黑百合竟说出了不得了的情报 看似意外但却单单男主奇迹生还 这难道不是人为的吗 全能型的男主到底有多强 面对传说中的间谍黑炎 他单脚用力一塌 枪口前的身影瞬间出现在敌人身后 他先是咬破藏于牙齿内的欺恶体能要提升速度 同时通过寺院分析法判断匕首轨道 在这个前提下 在用弦武特制假皮肤应对斩击 但这还没完 见对方拿出手枪 他用出二刃流柔术偏移射击方向 而抓住武器的手也没闲着 枪管上粘着的正是用于废除武器的杏三特制粘胶 即便敌人拿出备用武器 也被凶翼狼的钢丝破除 一整套连招只发生在一瞬间 叶英家全员的技巧都被他活用在战斗中 未来男主那全能型间谍的气质 在此刻已出现端倪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当敌人即将说出男主家人身亡的真相之时 却有一发子弹直接将其封口 他的父母弟弟究竟为何身亡 男主的身世似乎隐藏着更深的迷雾 而掌握真相的人正是正客黑百合 但男主万万没想到 正客仅仅是他表面上的身份 只见他没有任何动作 身上的束缚带却诡异地断开了 随后他把耳石丢向地面 下一秒整个押送车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关键时刻男主只来得及救下司机 黑百合则是趁机逃走了 直到苍翠打来电话 男主才知道黑百合的真实身份竟是间谍 并且他不是普通的间谍 而是五六年前早已死去的传奇特务黑岩 他伪装成为政客的目的 都是为了以这个身份接近官方高层 然后在骚乱中将其调包 他的目标最开始就是二把手副总理 好在最开始苍翠就留了个心眼 他在黑岩的身上安放了定位装置 而男主的任务就是从黑岩手中救下副总理 两小时半后黑岩在绑架现场开启直播 就连大街上的屏幕都被他黑掉 他把这场直播称之为记者会 并且给了副总理两个选择 一是在所有人面前说出真相从而社会性死亡 二是拒绝说出真相选择生理性死亡 而副总理选了后者 就在即将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外界的直播画面竟突然消失 原来直播用的手机被打坏 而出现在这的人正是跟踪而来的男主 但黑岩对他的出现似乎并不意外 就算被男主用枪指着也毫不慌张 黑岩十分从容地说出了男主武器的情报 叶英家特制电击枪八重 其威力以及范围会随功率成正比扩大 也就是说以现在相隔的距离 电击的威力会让他和副总理同时死去 他笃定男主不会这么做 同时他瞄准电击枪将其打落 在这一瞬间 男主回想起二刃的教导 对方攻击后的那一瞬便是反击的信号 要以最快的速度与敌人拉近距离 下一秒男主使出了叶英家二刃格斗术垂柳之手 可原本体格差越大 就越能发挥效果的格斗术 居然被对方用一种特殊技巧破解了 一时间男主被压在地上无法动弹 原本他还能用暗藏的钢丝脱困 可黑岩竟连这招后手都看穿了 他似乎很熟悉叶英家常用的战术 见男主十分疑惑 黑岩也说出了自己的特长 他表示自己对情报收集略知一二 毕竟对间谍来说情报就是生命 不过单纯收集情报只是二流或色 一流的间谍会利用情报应战 甚至学会各种招式的应对方法 解释完这一切后 他也说出了这次绑架的真正目的 那便是为家人复仇 曾经的他是政客的走狗 替他们做着各种见不得光的事情 可相比于间谍身份的冷酷 回到家后的黑岩完全是两个面目 在女儿面前他是个十分秀逗的父亲 女儿是他唯一的情人 然而就在给女儿过生日这天 竟有人把炸弹伪装成礼物寄了过来 这起爆炸让黑岩失去了女儿 自己则是侥幸活了下来 他清楚这是为了灭口 虽然自己也并非是什么好人 但看着死去的女儿 他发誓要让幕后黑手知道 与他为敌到底意味着什么 之后的数年间 他伪装成心狠手辣的政客 不断地铲除政敌 而这些人每一个都是杀害女儿的元凶 最终只剩下副总理一人 只要将他解决女儿的仇也就报了 他说那么多都是因为男主与他同样失去了家人 若是男主愿意就此退走 那么他就告知男主关于家人的情报 然而男主却直接拒绝了黑岩 虽然他确实很想知道家人的真相 但如今更重要的是和家人同样重要的夜阴家 不管对方谁错谁对 他都要阻止副总理被杀害 话音刚落苍翠便出现在男主身旁 整个地面被他破开 刚才出现的红蓝黄三胞胎全都掉落到底层 他们由苍翠独自解决 黑岩则是由男主负责 然而在老牌间谍的面前 男主的实力还是有待提升 对方一眼就看穿了武器的机关 杏三特制的战术到凹槽内 涂有七恶开发的麻醉毒 下一秒黑岩将匕首刺入男主腹部 而男主也因此无法动弹 与男主的处处受制不同 另一边的苍翠即使一对三也丝毫不慌 面对三胞胎的合力一击 他使出出局的专用移动树踏花 同时配合自身剑术硬敌 轻松解决三胞胎后 苍翠本想立即支援男主 不想就在这时 一股可怕的气息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可回过头来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而男主这边 他此刻竟和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 原来他服下了牙齿内的解毒药 恢复行动力后 他再次发起了攻势 而看到男主行动的一瞬间 黑岩已经在脑海中分析出 对方可能会使出的九种攻击方式 不管是任何一种他都能赢 原来匈医郎早就教导过男主 如何应对熟知情报的敌人 那就是反过来利用情报 使出别人完全不知道的攻击方式 意外出现的攻击会让人变得迟钝 然后再用什么方法 那就是由你决定了 黑岩也服输了 对于眼前有着相似过去的男孩 他表示会说出男主父母的真相 说话的同时 他暗中把一张纸条交给了男主 下一秒 他就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子弹击穿喉咙 男主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他实在不明白这是从哪来的射击 明明这里是封闭的室内 究竟是谁为了灭口杀掉他 而苍翠也跟着暗中的气息来到了这 可就算是苍翠也不知道刺客是谁 但所有人都没发现男主手中的纸条 黑岩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被灭口 男主的身世似乎并不简单 两小时半后 男主按照纸条标示的地点 来到了一处悬崖的一棵大树下 这里是黑岩埋葬女儿的地方 因为他想让女儿待在最爱的海边 他希望男主带上女儿最喜欢的摆摆和祭拜他 然后在那棵树洞之中 有男主最想要知道的东西 收好盒子后 男主回到叶英家 没想到竟然全家人 都在门口等待他的安全归来 男孩怎么也没想到 在叶英家就连六狗都是个要命的活 这只狗不仅速度能追得上高铁 甚至能踏水而行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垂直的高楼 他也能像平地一样跑上去 就在执行黑百合任务之后 林威勒表示对男主的感谢 就邀请他和六美来厨局吃火锅 火锅食材可不简单 都市领一拳一拳打出来的 就在苍翠使用特有刀工加工食材时 不当 林发现了不速之客 在林给男主成了一点主事后 两个顶级六美迷 就因为男主给六美加菜这件小事 开启了对战模式 火锅燕就是在如此温馨的情形下结束了 而后男主正端向着装有父母死因真相的盒子 六美闪现到男主身边 原来男主一直不敢打开这个装有情报的盒子 直到六美给予鼓励 男主才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表示很害怕 害怕自己知道真相之后 会变成黑百合那种为复仇不顾一切的人 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有一瞬间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杀死家人的仇人就在自己眼前 说不定自己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他对为家人复仇的黑百合产生了同理心 所以男主很害怕打开盒子 害怕自己会变成指挥复仇的怪物 六美听完这一切后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轻轻地吻了男主的脸颊 在他看来不管男主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不会离开对方 在六美的鼓励下他终于打开了盒子 而里面的东西居然只是一颗小小的圆球 这时匈医郎的声音出现 他解释这是保存光学数据的圆球 不过匈医郎在意的并不是圆球 而是刚才六美亲的那一口 这个妹控看到那一幕都蹊跷流血了 差点就失控把自己妹夫干掉 好在领及时出现男主了 等回到家后男主意外发现 叶英家来了新的成员 那就是之前要暗杀男主的粉毛 原来自从粉毛迷上男主夫妻之后 六美就邀请对方来叶英家当女仆 顺便还能给男主训练躲避暗杀的技巧 这时寺院姐姐也出现 她打算帮男主解析那个光学圆球 不过因为圆球比较老旧的原因 解析需要花上一段时间 之后男主又过上了不断出任务的日常 每天回到家都很累 六美见状打算给她泡茶 可兄弟郎的抄西有茶叶却喝完了 听到这个让男主升起了某个想法 隔天六美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男主最近经常早出晚归 而且电话还有自己不知道的陌生人来电 原本她也没多想什么 可粉毛却表示男主的种种迹象 都是即将出轨的征兆 每天早出晚归 手机定位也会故意关掉 然后经常没有理由地分开行动 甚至六美跟过去了还要逃跑 这绝对是出轨了呀 不过这也只有粉毛着急 六美对男主还是十分信任的 第二天她就和男主一起遛狗 但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小狗哥利亚居然是怪物一样的存在 原本小小的体型只是瞬间就变大了数倍 直到六美解释 男主才知道哥利亚从六美高祖母那代 就开始服务于夜鹰家 哥利亚可以说是老祖级别的妖怪狗了 唯有夜鹰家当家家主才能获得他的认可 之后他们就开始遛狗了 不过遛狗还是遛人 这一点还有待伤权 之后男主也见识了哥利亚的厉害 陆路水路还是垂直高楼 都是遛狗的地方 两小时半后 哥利亚终于活动完筋骨 就在这时几个小孩走了过来 他们都想和哥利亚玩耍 不想就在这时 哥利亚却发现了危险 小孩手上的气球 居然安装着定时炸弹 危机解除后 哥利亚立马开启追踪技能 锁定目标位置后 使用寺院姐姐的反向捕获 仪切入对方信号源 见到自己遥控界面出现六美的身影 正在小丑门还在调侃 六美只是个手无腹机之力的花瓶家主 犯人成功被抓获 经过刚才的事件之后 男主也获得了哥利亚的认可 愿意让他骑在身上 可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回到家后 粉毛居然对他出手了 而且还表示 已经找到了他出轨的证据 原本在一旁吃瓜的 胸衣狼文言也跑过来凑热闹 就在这时两个厨局的工作人员出现 原来一切都是误会 男主一直联系的陌生人就是他们 这还得从前几天说起 当男主知道 胸衣狼超爱的茶叶喝完之后 就委托了厨局帮忙寻找这一款茶叶 但问题就是这个茶叶十分稀有 到货需要好几年时间 于是男主为了弄到原材料 在厨局的帮助下 去了各种险地搜集材料 最近一直早出晚归也是因为这个 间谍的资格考试到底有多离谱 先是最简单的赛跑 每一个参赛者的脚上 都要捆着上百斤重的铁球 紧接着是身法测试 还有拆除炸弹等基本功考试 万一捡错了现在是真的会炸 哪怕是最普通的比试也不简单 系统会实时校验答案 只要答错任何一题 也只能被挂在天花板上试中 而男主也在这场考试中 遇到了自己的第二名追求者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这个追求者居然是个男人 在六美遇上这个毕生情敌之前 男主还不知道间谍 还有官方执照这回事 这天他发现老婆 在看叶英家的全家福 那是七二考取特务合格式拍下的 这也是叶英家的传统 只要合格就会拍一张全家福 直到这是男主才知道执照的事情 原来执照是名为 特务协会的组织发行的证件 协会每年都会举办资格考试 而今年的考试就在明天 一开始拿到的执照是青铜级 通过晋级赛会逐渐升级为 白银和最高的黄金级 白银级以上的特务 每一个都是怪物一样的存在 看着叶英家的全家福 男主表示也想要考取特务执照 对于从小失去父母的男主来说 如今叶英家的所有人都如同他的家人 他内心下意识地渴望和他们拍全家福 显眼包兄一郎文言立刻坐不住 他表示考试可以 但是叶英家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考一次就过 万一你丢了叶英家的脸面 我会替你准备好各种体面的死法 没等两人继续打闹 粉毛的惊呼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力 原来粉毛打扫的时候弄坏了寺院姐的资料 好不容易写出来的程序出了本 电视上出现的居然是真子一样的鬼怪 男主万万没想到 身为资深特务的二刃姐最怕的东西 居然是虚无缥缈的幽灵 原来在二刃的内心 就算是丧尸或者怪物之类的 也可以用力量打败 但妖怪或者幽灵这种无法触碰的东西 却是二刃最害怕的存在 小时候叶英家兄弟一起去鬼屋玩 整个鬼屋都被二刃暴走毁掉了 她只要一进入怕鬼状态 就会持续一整天 六妹表示要在二刃姐恢复之前好好保护她 寺院也想起来最近这座宅邸 经常出现诡异的声音 明明什么人都没有的墙壁 哥利亚却会突然警戒起来 于是在执照考试前的一天 男主得先想办法照顾好二刃姐 不管是打扫的时候还是上厕所的时候 就算是做饭众人都会陪着二刃一起 等终于熬到了晚上 结果临睡前天花板再次响起了声音 为了哄好二刃 六妹拿出了小时候经常念的童话故事 不过她只说了两句话 二刃倒是没哄睡着 自己却立刻秒睡了 男主见状立刻不为跟上 而叶英家的童话故事也很离谱 明明是淘太郎的经典童话 可剧情走向居然慢慢变成了特务战争 等终于念完之后 二刃也恢复了原本的状态 原来这本童话是小时候妈妈经常念的一本书 可是自从母亲去世之后 二刃才明白不管自己有多强 也始终有束手无策的事情发生 无论怎么锻炼 那些无法凭力量解决的存在 都会毫不留情地夺走最重视的事物 一想到自己所重视的人不知何时会再次被夺走 她就不禁害怕起来 原来二刃最害怕的是无法保护家人 与其被家人看穿这一点 倒不如像那样被人嘲笑怕鬼来的幸福 或许也是因为男主是妹夫的关系 二刃下意识就跟她说出这些 而对于男主来说她也能理解二刃的心情 因为她也失去了父母 但也正因如此她才想要变得更强 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叶英家议员后 她才能好好保护现在真实的事物 所以她势必要拿下明天的特务执照 隔天特务执照的考试正式开始 第一场考试是最基础的跑步测试 作为叶英家的新星 男主的实力碾压了其他的考生 可其中也有看不惯男主的人 趁着休息时间她竟然打算偷袭男主 毕竟男主如今的赏金足足有50万美元 然而他的偷袭却被一个哲学家拦住 还没等男主说出谢谢 对方就表示自己是在保护心爱之人 随后他轻轻拿下男主嘴边的米饭就吃进嘴里 就算男主用枪指着变态 他也说自己的心早已被男主射穿 只能说这人十分牛叉 而六妹也认识这个人 黄毛名为月夜 出了名的无论男女老幼 只要看上就会死缠烂打的特务剑花花公子 六妹见状立即就有了危机感 没想到寄粉毛之后 第二个跟他抢老公的人居然是一个男人 手机上的挂件更加离谱 居然是他专门去男主执行任务的圣地 偷偷收集掉落的头发和衣服碎片做成的 说完他拉起男主就跑了 第二场考试是水中逃脱 这对于男主来说十分简单 可他却惊讶地发现 那个变态居然比他更早出来 接下来的第三场考试是捉迷藏 作为一个优秀的特务 必须拥有强大的隐蔽能力 哪怕被敌人发现也得有足够的身法躲避攻击 第四场考试是拆除炸弹 万一捡错了 现场是真的会炸 这边好不容易成功拆除 结果生前的月夜早就把炸弹全部解体 似乎他的身份并不简单 紧接着是第五场比试 只要答错任何一题 结局只能是挂在天花板之上 相比于勉强作答的男主 月夜已经完成了考卷 甚至还把答案给男主看 而执照考试也终于结束 但这些合格的考生怎么也没想到 领取执照的时候 广播居然说为了保密 这个考场将在三秒后开始报废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他们身处的场地就开始解体 男主健壮也只能不断往前冲去 期间还有无数的陷阱拦路 不想就在这时 之前偷袭男主的混混 竟再次偷袭 眼看马上就要失去资格 月夜居然舍身救下男主 果然不愧是真爱 月夜劝男主赶快放手 否则两人都得淘汰 健壮月夜也不装了 没想到月夜的真实身份 居然是白银级客户 而且还是这期考试的考官 原来协会比起技术和能力这种基础 更加注重的是传统与信赖 也就是说执政特务的人格 每一个考生的身边 其实都跟着一个考官 之前偷袭男主的混混 就属于不及格那类 而男主的表现成功地 获得月夜的肯定 这时男主才明白 对方说的喜欢不过是演戏而已 然而还没等男主高兴两分半 月夜就表示 喜欢这件事是真的 最后男主回到了夜莺家 众人也给他庆祝考试合格 不曾想兄一郎 这时从天花板上掉落 原来一直以来 他都在这个家的各个角落 偷偷制作密室暗道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六美 二任突然擒住兄一郎 从他身上掉落的是 各种各样制作声音的道具 没想到这些年来 偷偷下二任的元凶 居然就是兄一郎 就算兄一郎已经不成人形 但合照的庆祝传统是不能改的